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开始了 准备 我们请问我们这个对话 今天会准备时间 三 二 一 开始 各位亲爱的老师 家人 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来到《渐行2021》直播间 今天是2021年5月24日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 有关中医大健康公益事业的对话分享 在如今这个疫情肆虐 灾害频起的时空 有关生老病死的话题 已成为人类共同最关注的焦点之一 健康这两个字对人类而言 已经慢慢从紧紧的身体层面 上升到了生命的层面 人类在集体面对疾病等生命健康问题之上 需要有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担当 而此次中医大健康公益事业 就是为了承担这样一份使命 汇聚了该领域众多的专家学者一同助力 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的荣幸的邀请到了 郑安康健创始人梁东老师和新能源机构 核心发起人刘峰老师 就这个主题展开智慧碰撞 相信大家对这两位老师都非常熟悉 我就不占有时间向大家一一介绍 接下来的时间把最宝贵的时间留给两位老师 我们首先有请梁东老师上麦 有请梁东老师 好 大家好 我是梁东 我相信呢 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很多大家很多很熟悉的朋友 刘峰老师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给我很多的启示 而且我最赞叹的事情就是 比如说我在认识刘峰老师的时候 他经常来回 飞就是从美国飞到中国中国飞到美国 而且呢能量和精神力总是那么充沛 他年纪应该比我大 刘老师应该年纪比我大 但是呢总是那么的有能量 所以呢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一个人他是本身体能好 所以才能够开智慧呢 还是因为开了智慧之后体能好呢 就这个问题我首先想请教一下 刘峰老师 你以前是体育老师是吧 刘峰老师 刘峰老师 这个梁总老师一上面提的这个问题啊 其实很少有人这么直接问到这个层面 因为体能实际上我是认为 主要是会放松吧 因为在这个白米赛上说 这个技术最好的这个运动员 是能够最佳的掌握放松技巧的 所以呢这个我相信这个人如果能够 从内而外的出于一种放松状态的话 可能这个呈现的这种体能状态 会比较自由一些 所以我认为这个放松是最重要的 就在任何状态下能够 请问刘峰老师 你是如何做到放松的呢 就像说我们常常跟人家说 你要放松放松放松 其实放松不了 其实放松里面包括两部分 一个就是你内在的这种平宽 听不见 对不起 刚才刘峰老师那段话我没有听见 可能信号不太好 而且呢我这个 我这个画面里面看不见刘峰老师 我只看得见雪飞和我 两刀老师 刘峰老师可能需要调整一下网络 我觉得您刚才提了这个问题 现在可以了 刘峰老师您请 不好意思 刚才这个网络一下断了一下 对 其实这个我们讲这个放松 这个它有两个部分 从我的逻辑里面讲 放松一个就是在横向这个能量的平宽 再一个呢 就是随时能够把自己这个 就是当下这种状态呢 处于一种放空的状态 这个呢 当然了我在过去三十多年 进入不同的修炼系统 那么在不同的系统里面 它都有自己放松的方法 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用到自己 不同的当下的话 应该说 在不同的点上有不同的方式 很简单 有时候很简单 比如呼吸啊 比如是这个 让自己迅速进入一种 把头脑放空的状态 这个其实这个放松 每个人可能有每个人最适合的方法 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有很多 我有很多不同的 比如你这个 有一种方法特别容易 就是你瞬间就感受那种 打发尽 打喷嚏 要打没打的状态 那个时候 你的脑袋一下瞬间就空掉了 那个时候你 这时候迅速进入放空状态 这种一种窍门吧 这是我比较容易 比较常用的 因为我们比如打坐的时候 你怎么迅速的进入一个 那个你就 在呼吸的时候 顺着呼吸的时候 你顺 顺间可以让你 进入到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你脑袋里 因为在打发去打喷嚏 要打没打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实际我们的脑 脑波的状态 实际是一个没有 没有任何信息的状态 是空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在西方 一个人打喷嚏 旁边人马上说 这个上帝保佑 因为这个时候 你脑袋是一个接收态 很容易在空的时候 直录一个指令 对这个人有影响 所以我们这个 中国人也是 你打个喷嚏 旁边人直接说 马上就会说 这个叫什么 叫恭喜发财 或者什么 什么这些 反正说一句吉利话 其实就这个时候 人的脑袋是一种空的状态 只是有些人 他到一定程度 他才能 就比如有人打坐 打到一定程度 才有那种要打哈欠 要那个 这个脑袋里面 有这个嗡的那种 声音的状态 其实 这个可以主动 一个指令 让自己 瞬间 进入这个状态 换句话来说 这是可以 当然我这个 刘老师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麻烦您调整一下 您的手机 横屏 谢谢 我们现在看着 您是测试看的 现在好了 现在行了 现在好了 OK 谢谢 好的 好 所以刘老师 你刚才 我刚才说到的 就是说 你刚才提到一个 很有意思的建议 你说体会那种 打喷嚏的那种 空的状态 请问 这个 怎么练习 让自己去的 或者是吸气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你是怎么 开始练习这个方式 其实我比较容易用的 就是四步的呼吸的方法 就是你吸气的时候 吸满 当你吸满的时候 你就 你的脑子里面 就你的那个 打喷气 打喷 同步的 同样长的时间 停止 然后再呼气 然后再 再停止 当然我们这个 四步里面 也有它的指令 可以 可以你捎带指令进来 那你在的指令的时候 你更容易进入 这个循环状态 这一般的 你能示范一次 给我们看吗 你能示范一次 给我们看吗 刘老师 这个看不出来什么呀 就是呼吸的状态 嗯 这 这个你看 看你 看你 吸气 停止 呼气 对 就是吸气呢 是俯视呼吸嘛 俯视呼吸的时候 就那个 你当然也可以用意念来导引了 有些人你可以用意念 比如说 那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 那我是用意念导引的时候 我吸的时候 是用腹部呼吸的 然后这时候的意念呢 指令的是从后面 啊 能量上哪来 上到上端田来 啊 然后你止息的时候 你的意念是关 关在这个上端田的状态 这时候你的 那个要打没打 喷嚏的状态 就是很容易在这个 这个这个节点上出现 啊 然后你呼吸的时候 就是从眼关鼻 鼻关口 口关心 直接呼气 意念下下端田 然后气是从后面出来啊 直接在从嘴里里出来了 然后再止息 你就你的意念 就守在下端田 所以在上端田 跟下端田之间 这个意识和这个气流 是啊 这个循环的状态 啊 非常感谢 就是这其实是我 呃 认识刘峰老师 这么多年来 最想问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认为哈 嗯 刘老师讲课 讲得非常好了 但是他的生命状态 也很好 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到的 这可不是随便讲出来的 他肯定有个方法 所以呢 为这观察和思考 得出的结论是 我必须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就要问您这个问题 嗯 呃 其实这个呢 这是一个表面的方法 啊 我觉得还有一些深层方法 对 深层方法实际是随时关照自己的念头 就是 嗯 属于我们讲 上互念 就是不下面 啊 嗯 就是看所有的事情 看所有的事情 看它有意义的部分 啊 嗯 因为这个世界一切存在 法法通道 述数述 寒告 没有一件事情不同道 啊 所以你随时觉察 啊 这个你看到的这个事件啊 它这个逻辑 怎么能够连通到这个 这个最终极智慧啊 给自己一个领悟的机会 所以呢 方方你是经常是在一种完全 完全开放的状态 所以你接纳的是一切有意义的部分 所有的事情 有意义的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你很容易 就是他不紧张 人一开始评判就会紧张 就比如人家提出一个东西 自己马上来寻找问题 寻找对方的弱点 准备PK 那这个状态会让人紧张 紧张是最消耗体力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取舍 就比如说这个世界 任何一件事情 你决定做还是不做的话 就有两种可能 要不做要不做不做 你来回 你来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实际是最消耗体力 最消耗能量 那你第一时间 你就做决定 这是最省力的 那就是用直觉 决定就行了 你第一个直觉来的指令 你就按照这个指令 去决定就可以了 我们做禅创 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去做 这样能够大大的缩短了 我们做决定的这个时间 因为人的取舍 是最消耗能量的 你可以对一个事情 翻过来掉回去 想一天 想一个星期 其实你最后做决定 的时候那个概率 做和不做的概率 一样 百分之五十五十 所以有时候最 有时候我在紧张的时候 没有时间 静下来的时候 我就直接拿个硬币 直接这个硬币做决定 这是最科学的 因为你一个硬币 你选择了 这个对 做还是不做 其实这两道题 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我们人的脑子里 想的是成事 怎么把一个事给做成 其实成事不重要 成功重要 但这个成功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它理解叫成就功德 就成就你的智慧成长 这个比成事要重要的多 但是现实中的人 哪里想的是成事 想的是成事 但你一旦成事的时候呢 你就容易透支自己的能量 因为这个事情本来 可能它是一个 透支你能量的事情 但是你想为了成事 你宁愿去透支自己的能量 去成就这个事 那这个就很浪费体力 所以成创呢 或者我们做决策的时候 你用直觉做决策 这叫执心式道场率性之为道 那你的直觉 你的直觉让你做对了这件事 等于帮你证明一次本质具足 因为我们的理论体系 一直支持一个概念 就每个生命内在本质具足 你内在有所有人事物的答案 那你能够从你内在得答案就行了 但是呢 你的内在答案 如果你靠直觉做这事没做成 那这事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本来是本质具足的 你为什么做不成这件事 一定是自己有一个认知 障碍了自己做成这件事 那自己发现自己的认知 你把它一颜覆 下次就成了 这是失败是成功之母 所以用直觉做决定很省力 做对了 验证本质具足叫成功 没做对叫成长 所以怎么都误会 但是现实中人 为了要成事 所以就累了 所以就累了 评判 想要去做批判 想要做比较 对比 就出问题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从深层来讲 放松的一个方式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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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级 刘老师 一直也希望透过 更成功的方式 自然而然的 让一个跟健康有关的事业成长起来 我听说你们现在准备做一个 无为而至的道场 就是说 大家想做什么 跟健康有关的 就自己去做 自己形成 这个游戏大概规则是怎么样的呢 刚才有点卡 刚才有点卡 没有太听清楚 我再重复一遍 之前你说你们要做一个 一起共创的一个健康产业 而且是无为而至的 请问你是怎么设计这个游戏规则 是这样 其实我在三年前 换句话说更早 因为我在美国生活很长时间 我发现美国的中医 就是海外这些中医 能活下来一定是非常有本质的人 他没有本事 他根本活不下来 但是在商业化的中医系统里边 这些中医把绝大的精力用于治病 他把他的所有的精力 几乎全都用来治病 但是你知道一个好的中医 他会有一部分非常宝贵的东西 是让人不得病 让人健康 这一部分其实比这个治病有的时候 其实还重要 但是因为他把精力全都放在治病的时候 他没有精力 没有时间 把他这份宝贵的财富 解放出来 服务社会 所以这部分用商业的方式做不了 所以当时我就想 只有公益能够把这份能量解放出来 也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中医 每个星期让他拿出一天的时间来 来在这个社会 为社会去介绍这种方式 这个 那但是这个东西呢 又牵扯另外一个问题 即便是这些中医有这个情怀 但是呢 毕竟他要占用他的时间 毕竟这样的活动需要有人出面组织 他需要是有资金的支持 那我把这部分中医呢 我把他这份活动叫玄乎济世 后来我又理解到另外一个层面 就我们在这个 我们国家曾经提出来 这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让富起来的人们 带着大家共同致富 前面半句话 基本做到 但后面这句话呢 我觉得这个随着时代 他可以稍微转变一下 因为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叫富不过三代 这是我们老百姓的话 为什么呢 我突然想明白了 因为富二代只有两种可能 要不就是贵族 要不就是败家责 什么是贵族呢 承担责任和使命的家族 所以一个真正承担了责任和使命的家族 他可以福音百代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那怎么让富人变成贵族 所以就接上刚才那两句话 就是这样 让一部分富人先觉悟 让觉悟的富人带领大家共同觉悟 带领更多的人觉悟 这个就符合这个逻辑了 也就是让富人变成贵族 所以第二个逻辑 我们叫贵富济世 这个贵是动词 不是杀富济贫 也不是杰富济贫 是贵富济世 让富人把资本 把他们的财富用于社会 用于服务于社会 不是用于在三维空间 能量资金的流转 这个博弈 这个其实大家都很辛苦 造成的这种社会现象 大家也能看得到 因为我们这个时空 通过原始共生 野蛮竞争 来到文明竞争 这个合理 所谓合理的商业活动 其实是让我们人类 共同忽视了一个大问题 就是文明竞争 是人类合伙 高效率掠夺 我们自己和后代的生存资源 所以这条路走不下去 这条路就是商业 现代商业逻辑 会把人类带向灭亡 所以未来只有一件事情 和谐共生 这也是习主席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和谐共生 就必须人来觉醒 觉醒的生命 要转变一个思维逻辑 但支撑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是人的本质的 对生命能量本质的理解 就是相信每个生命 内在本质具足 当你相信内在本质具足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本质具足的生命 根本不需要从外边拿进来 从外边拿进来的这个能量 跟你自己具足的能量之间是顶的 因为本质具足能量 只有一个方向是合理的 自然的 就是付出 所以付出是生命的第一需要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 深刻的体会到 无数次的体验到 无条件付出当下的那种 发自内在的喜悦 这是一种高质量的生命状态 它比你在三维空间获得的时候 那领快乐 要有质量的多 那不如很快的乐一下 所以把这个 跟这个恢复济世的逻辑加起来以后 我们发现 财富它是能量 但更是责任和使命 你没有想好承担 新的 更大的责任和使命的时候 多余的财富是灾难的诱因 所以又和财富的重疆者 贪官其实走入了这么一个死不通 所以实际上就人 有财富以后 有财富之前就应该想好 有了财富 要不要干什么 甚至你没有财富 你只要想干 真正该干的事 这个财富该你用的时候 它一定会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 十年前 启动十方元的时候 就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这个世界根本不缺钱 缺的是高纯度的把钱 用到最该用的地方的人和团队 就人你要知道 真正走到这个层次的时候 你会发现生命是非常喜悦的事 而当一个人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 他投影出来的生命 全是付出的 因为外面的世界是自己内在投影的 自己内在的整个能量结构 投影出他面对的世界的能量结构 所以这个贵富济世 是基于这么一个逻辑系统里面 那么这些人付出 同时这些中医 有绝活有技术的中医 像天使一样 呵护这些贵族 这些富人的家族的健康 但是这不是一个商业活动 不是说我付出了财富 我给了金钱 就要按合同享受服务 不是的 是这些人 他是甘愿的付出 在付出中 他付出当下 他已经拥有了这种喜悦了 其实他不需要更得到 但是要让他没有后顾 只有得让能量形成这样的循环 就纵向循环 我们三维空间 所有商业活动能量是以欲望 是以这个利益作为一个平衡标准 他完全是三维能量扭转 但这种付出奉献的时候 这个过程能量实际进入高危 真正的财富进入高危 这叫甘露 那么甘露从高危回到三维空间 他要落到最该用的地方 最该用的地方就是人心 所以要有一帮高纯度的人 能够把这些财富 落回到这个时空中来 回到他最该去的地方 所以这个逻辑建构前 一下这个循环就很自然 这个中医 这些好的中医 他也可以放心的去从事 推广健康和不得病的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 有财富有资源来保证他做这件事情 不会走不下去 同时这些富人 因为他不断的捐献 那这些来呵护他们的家族健康 使得他们的没有后顾之忧的 继续去创造财富 把这财富再流转过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良性循环 那么这两部分你看财富有了 能量资源有 然后技术也有 人也有 但谁来做 谁来做这件事情 好 我们还有一个概念 王百林大姐在他的这个 很多年前面临退休的时候 他带着一帮老干部 一起写了一本书 叫黄金十年智慧选择 这黄金十年 其实就是刚退休的这十年 这十年是个人和社会最宝贵的菜籽 因为这时候个人可以自己选择 自己要做的事情 因为他在事业空间里面 在事业决策里面 他是一个大的事业系统里的一个工具 或者一段或者一个螺丝钉 对 他没有选择 他必须得完成 他在这个系统里的角色 但这个角色并不一定是他喜欢的事情 他是一份担当 但是他退休以后 还有一件事情 刚退休的人 实际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要为他的晚年 活出一个高质量的生命 做好准备 因为这个晚年的生活质量 生活品质 他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身体健康 他一定是身心一体的健康 所以这个时候 还要能够建立一套身心一体健康的一个机制 所以这一批人 来学会这些健康的方法 然后他们变成传递 他们成为教育者 他们去教育 教别人 他们成为教练 你知道当年有一个气功师 他叫郭林 他当年得癌症 然后他靠练气功把自己练好了 然后他就创造了一个郭林气功 当年郭林气功可以治疗癌症 但你知道吗 真正在郭林气功里 真正最受益的是帮他推广的那一帮义工 为什么 因为一个癌症患者 在郭林战如果治愈了 所谓治愈了 就是当时他的病症没有了 但他回到现实以后 回到他的家庭 回到他的生活环境 回到他的生活习性里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等于回到了 癌症得病的能量场里去了 所以如果他的整个能量场 不改变之后 他很快就会复发 而这些传递的这些义工呢 他在传递的过程之中 他潜移默化 生活习惯变了 接触的环境 人事物变了 甚至呢 他在这些过程中 会调制自己家庭的能量场 也就是他的家庭风水 也会有变化 所以这种变化 使得他已经摆脱了 癌症的能量场 这给我一个特别重要的启发 就是一个能够把自己 跟一个系统 一个健康系统 完整关联起来 自己成为一个传播通道的时候 自己直接受益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认为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设计 这三部分都是社会 胜于财富 社会胜于资源 或者叫社会的潜在资源 如果能够把一个平台 能够把这些人聚合起来 这些资源呢 可以自循环 这个根本不需要外部资源的介入 这里面呢 在我们最初开始的想法呢 是要建这么一个平台 我们说全球大健康公益联盟 但是实际说联盟啊 这东西让人觉得是个什么组 在这个时空里面 很容易让人误解 后来我们说大健康公益平台 你想平台也是一个 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机构 后来我们发现啊 其实根本不需要建立任何平台 只要在社区乡村里面 有这样的人 他们听到这个建议以后 他们完整天就按照这个建议 去自组织 在自己的乡村 自己的这个社区里面 组织这种机构 做事就行了 然后我们只是形成一个专家体系 来支持他们 指导这些啊 只要他在这建立一个 这就有资源去指导 我们呢可以集结大量的这个 中医资源 道医资源啊 还有甚至包括现在西医的新 那个现代技术量子啊 医疗啊 这种新的技术 支持这个新技术资源 来支持这些项目的发生 但是这个背后呢 是公益的啊 所以实际上呢 我理解的公益啊 实际是为每一个要付出的人 创造他付出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啊 只是为要付出的人创造条件 而不是去让人家去付出 人愿意付出就付出 人愿意付出多就多付出 付出少就少付出 这是跟个人关联 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这个系统却可以给愿意付出的人 不管你是中医你愿意付出 还是你是富人愿意付出 还是你是退休人愿意付出 你只要愿意付出 就给你创造这种条件 而且自己呢 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啊 自己的社区 自己的乡村啊 去建构这种条件 这又是乡村振兴啊 这个健康系统振兴的一个非常有效的 民间的一套啊 系统就可以自动形成 每一个乡村都可以做的 那你是如何让这个事情 运转起来 比如说完了之后 他们怎么连接呢 这样啊 这个呢实际是个自组织系统 它不需要 就是这个连接逻辑有了 然后呢这边呢 因为我们这个月底的这个研讨会啊 有十几位啊 这里面有中医啊 有西医 也有这个这个道医 还有这个这个提出 黄金十年的啊 这个王百灵大姐 还有这个 能够在这么多年做资源整合的朋友 还有也有一些有情怀啊 愿意愿意参与这些的朋友一起来参与 那实际上大家共同倡导这件事情 那因为这些年 因为我们在这个线上啊 包括啊 梁东老师在正安系统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源啊 大家我相信思考这困的问题的人有很多 大家也在寻找啊 这个中医啊 真正要走向世界啊 中医还人家都说 在跟这个啊 西医啊 什么这些啊 这个这个这个市场啊 各方面啊 这个过程啊 所谓竞争啊 什么 我们觉得这些事情都小多了 因为这个系统有一条逻辑啊 叫坚决不治病啊 根本不谈治病 这样你不会跟任何国家 任何系统的这个系统发生冲突 你只是把你让人健康的这部分能量 做出来就行了 因为这部分是需要公益支持的 治病的当然有商业系统去运作啊 他怎么运作 他已经形成他的运作机制 但是让人健康的这部分呢 只有公益可以解放出来 你用商业解放这部分 因为他没有向商业追求那种利润空间啊 他做不到啊 所以这样的话通过公益 那这个潜移默化的呢 就把一部分觉醒 愿意付出的人 在这个平台上聚合起来了 这就是对我们啊 所有人而言啊 其实不是所有的人 一下都能想想透这件事 也一下愿意做这件事 但是对于有些人 我们相信啊 已经有人准备好了啊 就是需要有一些啊 志同道合的朋友来一起做而已 形成同频共振啊 仅此而已啊 那你需要有个什么样的主机来连接 这些人吗 做事情也是 连接啊 也需要有人来去连接啊 哎 是这样 连接呢 我们一开始啊 是有一个 有这么一个认为 是需要连接成一个机构的啊 后来现在发现啊 啊 机构的连接不如自组织啊 就是说 我们是在倡导这件事情啊 那我们相信 那我们相信 当有些人啊 其实我们最近也是在通过平台啊 通过这种网络啊 已经连接了很多很多啊 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啊 包括中医啊 佛医啊 道医啊 他们也他们除了能够治病以外 他们也有一种情怀啊 就是能够把这种文化传播 能够真正啊 去让这个不得病 人们不得病 让人健康的一套理念 让更多人接受啊 当能够有这批人 有这个情怀的时候 那也有一些人呢 他有资金 他想支持啊 支持真正的啊 公益事业 而不是把这个 把这个利益包 这个包裹在这个 这个公益事业背后啊 到最后还是 因为他是没想透 如果他想透的时候说 啊 原来这个世界啊 自己内在本质既如 而进入一个良性的啊 去不断验证 自己本质既族的 这种生命状态 比在这个时空里面啊 在三维空间的国益 获得财富的积累 要有意思的多 那要有这帮人 才能真正启动这件事情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在现实中 已经遇到了很多这种人啊 只是这个 那我们核心的这部分 我们比如我们在一起啊 你比如郑安 也做了这么多年的 在这个中医系统里面 而且郑安居有社啊 居有会啊 也是做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工艺 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在过去啊 一起共同尝试的啊 这种尝试呢 有各个 所以我今天想跟梁东老师 这个交流 也是说啊 你其实在这方面的经验啊 比我丰富的多 你在这个整个从中医技术 和中医的资源的关联 而且你也一直在渐行工艺的这种中医啊 这个这个健康啊 的系统的这个建构啊 那我在这个现实中呢 我在过去十年 我跟着那个十方元一起建构了一套系 就是实践了一套系统 就是完全不挣钱的系统 当时十方元启动十五个人 凑两千块钱啊 到今天十方元没有挣钱 没有挣一分钱 但是现在有啊 全国有两百多个机构啊 有二十几万这个这个志愿者啊 所以就说他完全不是靠利益关系凝聚的啊 所以我相信呢 就十方元只是找了一个很很窄的一个方向 就是老年心灵呵护这么一件事 那我现在教育在中医这两大领域里面 这种理念一定会有一批啊 这样的人呈现出来 我相信这些人已经在了 只是大家自组织就可以呈现 当然十方元他是有一个机构 但十方元后来的经验是 每一个分支机构都是他们自己 有人自发的启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十方元的基金会 会他们进行支持啊 通过技术管理对他们的支持啊 那么这个过程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这个成长过程 那我们合不一开始 就不需要一个啊组织机构 只要大家能够啊 自发的在自己的社区 自己的平台里面形成这样的啊 这个这种资源的整合 那我们从这个 因为现在互联网很发达啊 啊我们现在这个这个就 不光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就已经 包括如果我们 其实我跟郑安的一些这个中医 也有过很多的交流啊 包括跟那个梁老师 咱们这边也有一些啊 这种啊这么多年的啊 这个彼此的这种交流铺垫 所以我觉得这部能量很容易啊 就转向啊 这种大公益体系啊 这个公益的概念是这样啊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我们以为公益跟慈善好像是一回事 其实公益跟慈善可能不是一回事 我觉得真正未来的公益系统是什么 是每个人的强项 就你最有价值的部分啊 服务于社会啊 你最有公益是建立一个 把每一个人最有价值的部分 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部分 建立一个机制 他服务于社会 当大家都把自己最强的这一面 服务于社会的时候 那自己的存在就变成社会的需要 所以你根本不用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 有任何的考虑 这社会一定会保证你的存在 因为你的存在就像我的功能是手 我的全身必须得保证这个手的存在 我全身不可能牺牲掉这只手 对吧 但我这个手的存在 又是这全身每一个部分的一个需要 这个未来的公益体系 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体系 但是这里面选择特别重要 就是选择真正人类发展 未来发展和当下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而这种发展是学醒为主导的发展 不是欲望膨胀的发展 这个是一个大前提 因为人类的欲望的膨胀发展 已经把人带到沟里面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集体自杀逻辑系统里面了 这就是和谐 就是和平竞争系统 未来一定是一个类命运共同体 一定是和谐共生 所以未来的事业只要是符合和谐共生 那在这个系统里面只要建构一个 充分发挥这个生命 这个系统 这个体系 或者这个组织的最佳的价值就行了 那它的存在 一定是整个系统的需要 是不可替代的 那当它的系统是不可替代的 那整个系统的资源都会支持它的存在 它所有的需要 这个系统都会给 刘老师 这叫公益 就是听起来 我听起来明白了 我听懂了 听起来呢 这个事情呢 以自愿为原则 对吧 以让自己的明亮输出为原则 对吧 但是会不会有人质疑你 这个事情做的过程当中 会被异化呢 比如说有些人 打着你们这个平台的旗号 结果做了很多 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的事情 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那么最后呢 大家因为它是统一的在你这个平台上 会对你的这个有所质疑 这个肯定会有 就这个 这种事都是有一个过程 你知道吧 但是这个只取决于每一个个体自己 就我们自己内在的能量结构 投影出外部时空能量状态 对吧 所以外部的所有的存在 都跟自己的圆满和完善 是有关联的 所以这是一个最核心的点 能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呢 就不会担忧 外面会产生什么问题 会影响这样的事情 只是真正的知道 只要是外面产生了这个事 对这个系统的影响 那一定是自己这个系统 自己内在 还有需要圆满的空间 就自己的功课 你们以前也实践过类似的事情了 请问以前的经验是什么 现在你想不走弯路了 以前走过了什么弯路 现在想不走什么弯路 没有 这个不存在以前 因为未来的 以前走的弯路 跟未来没有关系 如果是他老以为 以前的弯路会跟未来有关系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对这个时空的不理解 就未来的时空 一定是高危引领的时空 绝对不是在经验和知识 引领的前提之下 所以这些东西 完全是靠自己内在的创造 你相信这条路 你相信这件事情 然后你通过这个对整个时空能量的这种趋势的了解 往这个方向去走 而不是在 因为过去的经验只代表过去 时空能量变化速度之快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顾虑 过去曾经走过什么弯路 但是我们过去 我们曾经验证过的部分都是宝贵的 验证这个世界不缺钱 缺的是高纯度的把钱 用到最该用的地方的人和团队 我当时我们在做十方员的时候 我回到美国跟我美国的朋友谈 讲到十方员 你知道他们跟我说什么 有些朋友说 刘峰不是你亲自告诉我这件事 我不相信中国有一帮人会这么做事 在他们的概念里面没有 那个时候 2011年那个时候 在2012年之前 那时候大部分脑子里面说不挣钱是什么 脑子有病 整天做事 而且即使公益机构都认为自己一定要 先有自己的造血技能才可持续发展 我跟你讲 在商业活动里面如果要想造血 那你绝大份工这个精力都会放到造血上去了 你想做的事就变成次要了 工艺是要把你的主项全身心的用的完成你要做的事了 而你需要的资源是社会给你的 那是因为你选择的这个世界 事件 这个事项 这个事业 是社会认同的 是必须该做的 所以对智慧要求你是否选对项目 你选对这件事情是社会该做的 如果你选对的方向还做不成 一定是自己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好 那就变成自己成长的过程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呢就没那么多挂碍 那这个过程就变成做事的过程实际是自己成长的过程 跟这个事情的结果没有本质的关系 但当你真正圆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做的事情 它的成实际变成了有心灾花花不花 由无心插流的成因 但这个在商业系统里面在三维逻辑里面 不太容易理解 不太容易理解 因为在商业经济活动里面 它一定是以利益 以利润的获得作为一种评价标准的 它是以价值观评价的 这是现代人的思维的一个误区 就建构了一个从下往上 以价值观衡量一切的逻辑 把所有东西都标价 到了人生观继续标价 这个人身家多少 这个人身家多少 到世界观还标价 什么经济发展指数GDP 到宇宙观根本无法标价 它星星多少钱 银河系多少钱 你请地球之力也买过来半颗星星 而东方智慧的精髓 是宇宙观决定世界观 世界观决定人生观 人生观最终选择价值观 价值观是踩在脚底的最低层的东西 但我被我们现在放到至高无上的学校 所有东西都以价值观为假 所以习主席在2014年就提出了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协和万方的国际观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和人心和善的道道观 这是东方智慧的精髓 是从上往下看透 意义以众多动的一切 这在佛家叫照见五蕴皆空 他看懂这一切东西的 能量结构的原因是什么 永远可以从迷宫的上面 看懂迷宫 永远能够在人类的所有事业的顶峰 看到他的上面是什么 所以他的顶层战略永远占先机 这是整个宇宙观的方向的问题 这也是东方智慧的特点 中国人的真正的特点 中国人最优秀的品质 就是能从高维看低远 能从上往下看 所以用法律 用知识 用规矩去管理中国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 因为中国人永远有翻墙的技术 你永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是因为他永远能跳到 比迷宫的最高点再高一点 所以中国人的引领一定是道德 一定是维度 一定是精神 所以中华智慧里面 把钱道和昆德 作为真正引领中国人的 整个的理论价格 这个能量体系 时空体系 这是本质 如果不以这个来 我想问一下 什么时候行钱道 什么时候行昆德 问得好 钱道是什么 首先 钱道是中华老祖宗 福西文化所秉持的 纵向提升意识能量维度 是天地人的关系 是回归先天 这叫钱道 是纵向的 所以他叫天行 见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行是去高危 自强不息 是恩为恩趋于无穷大 这叫修无止境 这个那个无上正觉 是完全一样的概念 这叫钱道 昆德是帝氏昆 君子以厚德载物 指的是高危的意识能量 和三维物质能量高度和谐于当下 它是为纵向提升 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因为你这个能量 横向能量场不和谐 提升起来就是谐的 所以讲中庸 所以讲中道 它指的就是昆德 在这个时空 你看昆德能量承载的是什么 是整个这个时空能量场 在这个空间层次上的一种和谐 身体健康 是因为身体能量 身体能量和谐 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是家庭能量和谐 家庭和睦 社会和谐是社会能量和谐 然后自然美好 是自然能量和谐 这一切的存在 是为纵向提升 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这就是钱道和昆德的 乾坤能量的特征 一个是纵向提升 一个是横向和谐 它创造横向 是以频宽 以足够的频宽 能够跟这个时空里的 所有的存在能量 同频共振 和谐 然后同时呢 它在同频共振 为什么讲九五之尊 因为五是土 它在四项能量平衡的时候 这个土具备了纵向提升的 条件 八卦能量 八方能量和谐的时候 九宫地九最中间的能量 具备了提升的条件 所以九五之尊 指的是九五这个能量 是被纵向提升创造的条件 所以东方智慧里边 把纵横能量表达得非常精彩 所以中华民族引领的未来 实际是一个以三维能量和谐 而同时人类集体提升的 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它又符合 又符合什么呢 又符合所谓 我们现在讲的一个共产主义 怎么叫符合共产主义呢 它是物质极大的丰富和人的思想 觉悟极大提高 物质极大的丰富 以思想觉悟的提高 它是一个能量的和谐状态 同时思想觉悟的提高 又代表了纵向提升 所以它也是跟乾坤能量 完全契合 所以这是人类的共识 就人类如果要 还有可能有未来 只有这种可能 就是和谐共生 不和谐共生的未来 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们人类 现在按照现代经济逻辑 继续玩下去的话 就是集体自杀 大家比谁 掠夺的快 谁发展的快 这个透支自然能量的速度快 谁就死的快 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这个转折点上 人类的整体想法得改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 比如咱俩中间 如果有一桌 丰盛的韭菜 我们俩的筷子都是一米长 我们俩拼命的 摟到自己身边 谁都吃不了 但如果我只给对方 我想吃什么 告诉你就行了 这就是天堂餐和地狱餐的差点 一桌子韭菜没变 手里的工具没变 人没变 只是想法变了 所以如果这个时空里面的人们真正明白 每一个生命内在本自具足 本自具足的生命只有一个方向是合理的 就是付出 所以付出是生命的第一需要 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人类的共同信仰 是人类真正和平 美好的 最简单的指令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玄乎济世 贵妇济世和黄金十年 去建构一个这样的可能 那我们也不是说 当我们自己可以身体力行 在这方面去用这个方法来衡量自己 来要求自己 这不是要求别人的事 那也许有人说 说到我心里去了 我一直是想这样 因为我这些年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 一听都觉得太好了 我也希望有这种机缘 遇到这样的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事 所以这个 而且我在现实中遇到很多这种团队 我前年去厦门 厦门有一个爱河生命关怀协会 他们就在做着这种生命关怀 他们这批人一听我们说这个 直接在这个论坛上说 把这三条打上去 我们就要按照这个项目来建行了 他们直接就做 不需要我们组织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这么多年 这个公司机构一直在做 所以你说怎么做 很简单 有的是机构 他一定看到这个想法 就觉得我们应该按照这个逻辑去做 然后在成都 我为什么把成都来呢 这边有一大批企业家 他们自称是金融难民 就过去的这种金融活动里面 你知道吧 这些人在这里面受苦 受的是心灵之苦 他们其实比很多穷人还苦 你知道他在这里面挣扎 内在的这种挣扎痛苦 他们称之为金融难民 几年前他们共同在这边开始 学雷锋 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 无条件付出 在不断的提纯自己的这种能量 所以有上千啊 好几千企业家在做这样的事 所以那我跟他们相遇的时候 他们说刘老师 你这些年说的事我们在做 他说我们是践行者 我说那我没摆错 那说明我说的东西不是在说放空话 说明这个世界确实有人在做 不光十方元在做 在这边的机构也在做 这个厦门这边的机构 我相信还有好多机构 他们是在做 现在就是说 让更多的人在自己身边就可以做起来 像这个王百玲 他们也一直在做 他们提出这个理论 他们也在这个生命健康方面也在做 所以现在就是说大家形成这种可能的 从理论上 因为我是研究理论 我是研究理论之间的这种关联 这种理论之间的关联 能够让大家通过它 形成一个共享的智慧系统 然后这个共享智慧系统 可以支持每一个平台 基本是这样 很好 这个各位同学 大家可以看到 和刘峰老师对话 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只是要频频点头就行了 甚至呢你还来不及点头 他已经把所有的想 你想问的问题都回答完了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就像我最近我在做课程的时候 我发现讲课是第二位的 找到好的同学是第一位的 跟做访谈也是一样的 访谈是第二位的 跟访谈的合适的人 做在一起就可以 把这个事情做好了 这是最简单的 大家可以体会到 刚才我这个访谈 我也算是做了一个 一小时的访谈吧 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累 一点也没有觉得累 除了不能抽烟以外 所以呢 我现在呢 还想呢 还有一点时间 在平台上有很多各位同学 有没有任何一个同学 有什么问题想问刘老师的 都可以提问 我最喜欢看见有人 问到刘老师回答不上来 这就很愉快了 谢谢 谢谢 有没有 还挺多同学在线上的 是不是主持人可以 怎么操作这个事情 那么各位在线的老师 如果有想提问的 也可以现场举手进行提问 那么刚刚其实我们也收到了一些 在小螺通转播的一些 听众朋友们的问题 那么就是有一位 宁山老师问 请问二位老师 这个系统是社会组织带头 还是各城市的爱心人士 自发性的公益行为 就这个问题 想请刘峰老师 予以解答 实际上 这是一个畅导 实际 也有社会组织 他们在做 就像我刚才说的 爱河 生命关系协会 也有些人 对这个东西 表示认同 所以我们在29号 会做一个研讨会 这个研讨实际是把 这方面有一些共识 我们做过 做过一些对话 其实我在最近这些天 也在跟每一位 探讨这个话题的老师 做一些交流 那我们想就在 这个29号的 这个研讨会上 大家进行一个 共同的这个倡讨 这样的话呢 而且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形成了一个支持系统 就是从这个理念 理论和技术 方面的支持系统 来帮助呢 这些有这个情怀 有这个想法 做这个项目的 在自己的社区 自己的家乡 要启动这些项目的人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 我们为什么管它叫事业 不叫平台 那事业是开放 谁做 未来的世界就是这样 它是自组织的 它不是一个 已经固化的一种利益关系 它是一个天命共同体 形成的事业共同体 最终才是一个 转化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而这个利益共同呢 是以付出为主 满足的利益共同体 而不是以获得 而满足的利益共同体 所以呢 这个不是所有的人 一下能够 一下能够都能够参与 但没有关系 只要能够通过这个过程 把这些 符合这个时代发展趋势 大家有这个情怀的人 聚在一起就OK了 所以它是一个轻松的事情 一点也不累 嗯 很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刘老师 那么也有学员提问 如何维系组织内的 个体基本生存问题 嗯 就这个问题 也想听一下 二位老师的一个见解 刘老师您请 首先呢 我先请 梁老师你先说 刘老师先说 刘老师先说 实际上这样啊 这个组织内的 这个维系 它的生存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 是个悖论 为什么呢 因为 在这个时空里面 所谓的生存 它是有不同标准的 那么 所以一个觉醒的生命 对自己的生存标准的要求 啊 实际上它是有 它自己的一种 啊 内在的诉求的 啊 如果一个 活在一个 外在的物质条件 为目标的 而且随水涨 船高的这种 要求的状态 那自己完全被外在的 这个物质发展啊 所吸引 那是意识 全在外面 啊 当一个人 开始觉醒以后 他发现这些东西 实际上跟自己内在的 生命质量 没有本质的关联 的时候 所以他会发现 其实 他开始开启 他的内在的 能量空间的时候 其实他的生存 已经变成一个 特别简单的事 他已经不是一个 需要啊 投入那么多时间 跟精力去考虑的问题 因为什么呢 很多人啊 他实际 他的财富的损失 恰好是因为 欲望持续的膨胀 想得到更多 最后甚至变成了负资产 啊 所以一个人 对于这个 这个一个觉醒生命 对于自己生存 他没有挂碍 如果一个人 还在挂碍着 生存的状态的时候啊 那这个人 还没有ready 还没有准备好 去做这件事情 啊 其实有些人 并不一定非常富有 就已经没有了 对生存的挂碍了 有些人已经 非常富有了 他还随时 在挂碍着生存啊 这个股票 啪啪一掉 他从几千万 一下掉到几百万 他就甚至要跳楼了 就是他的生存 瞬间就由他自己决定 选择了离开 啊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说 这种生存 跟人的这个 基本财富 没有本质的关联 跟自己内在的能量 的这种自信 有关联 所以一个人 真正相信 本自具足的话 他不会有生存管 啊 因为本自具足 是自信的祖宗 自信 是在这个世界上 成功的 最重要的 内在 比如 一个自信的人 如果是一个自信的人 整天在 掂 掂量自己的生存的话 那这个 这个人 太不自信 他根本就还没有活出来 他这一辈子 要如果活在一种 被生存的 担忧上的话 那这个活得太辛苦了 太可怜了 谢谢 谢谢刘老师 那么梁东老师 刚刚也说到您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也在致力于做 这个有关健康 和公益的这种事业 那么对于您的 做的这个项目来讲 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问题 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想听一下您的分享 我个人认为啊 一个人呢 先要让 就像刘老师说的 先得让自己的 这个自信圆满 让自己呢 比较自在 一个自在的人 是他对这个社会的 最重要的贡献 在这件事情上来说 我觉得我的贡献 还没有达到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先要把自己的 这个个人问题 个人内在的问题 要解决好 刘老师在讲的时候呢 我平平点头 我是觉得说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刘老师 把这个话题 画得多么好 这个话题 本身画得多么好 那我在想 如果是我 我能不能这样说呢 我觉得我说不出来 那差别在哪里呢 这就是刘老师刚才 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观点 如果是有不成 必有守剧 一个事情不成 一定是你自己 这个这个环呢 因为缺失了一些 那我就 藉由这个对话 刚才刘老师讲的 我就是在看 我缺失了什么 我缺失了一个东西啊 就是 还是心有怪 就是 你看刘老师 没有组织 自己没有 没有公司 不用单位 他不用考虑 大家发工资 我有时候 还不得不去想 自己这个组织 这个问题 所以呢 怎么才能超越 现在这个 我的这个 之前这个业啊 或者之前 已经 也不叫企业吧 事业企业 都是业啊 企业事业都是业啊 怎么能够超越这个业 可能是需要 放下的一个阶段 很有意思 那个 梁东老师我在这儿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 那个回应啊 就是说 我经常问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做事 对啊 为什么做事 这个问题 如果没想透的时候啊 在中间层次里面 这个折腾啊 纠结啊 这个啊 你避免不了 那很好 我是通过这个 科学逻辑啊 想明白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现实 遇到的所有的人 事物 所有的呈现 都是我们自己 内在认知 投影出来了 都是我们自己的认知 形成的能量结构 投影出来 那好 那 所有的认知 都是因执念而发生 所有的认知 都是因执念而发生 执念是 分别的源泉 所以所有的贪嗔痴 都因分别而发生 而分别的持续放大 使得我们 把现实 搞得越来越复杂 啊 所以这得到一个 非常简单的逻辑 现实中看到的一切 都是帮助我 看到我的认知是什么 但所有认知 都是障碍 所以颠覆认知 对我来讲 就是消炎 就是修炼 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就知道了 哦 原来 在现实中 如果我不做事 我这一辈子 啊 能够完成我 这一辈子的生命功课的机会 会很少 我活着一场 啊 在人生的考场上 我就啊 混过去 我不做题 啊 那我白来一场 如果我选择 如果我选择 不做题就不会 那我能够 对 我就 我就能够多做几道题 多做几道题 多得几分 啊 起码他对我的生命的升级 啊 是有帮助的 啊 如果我选择做大事 那说明我选择了一个 很难的考题 啊 这个这个卷子难度大 但我得了这个卷子难度大 但我能够完成它的话 起码我及格的话 那我提升的幅度就更大 所以生命的意义在于提升 意识能量的维度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生命这个考场上 实际是在做我们自己的生命功课 所以这个功课的大小 取决于我们承担多大的担当 我是因为什么呢 确确实实 啊 我在现实之中 我没有选择做事 啊 为什么呢 因为确确实实在这个时空里面做事 啊 难度太大 啊 坦率的说啊 你比如你做一个事业 你能保证不造业的难度太大 是吧 因为什么呢 你面对的局面太复杂 你知道吧 你说你面对具体的人 面对自己的家庭 面对自己的朋友 面对这个时空里面的啊 不同的这个国家的政策啊 面对这个空间里面的啊 人类的共同的一些共业 这些东西 你能在处理这些事情 还要去做事的时候 这难度就大 你知吧 这个难度呢 真的需要啊 自己修炼到足够的水平的时候 再来担当这种事情的时候呢 起码 能够让自己不往下掉 否则的话呢 赔本转腰啊 就你没觉醒 你就做事 忙碌做事的时候 你费了很大劲 其实你的能量等于赔了 你就往下掉 所以我在前几年 我说过一句特别啊 直接的话 我说如果你的事业 是放大人的欲望啊 是以满足人的欲望 而放大人的欲望的话 那你这个企业干干净净的死 是你最大的福报 因为什么呢 这种企业只要活着 这种组织只要活着 就在透支你自己的能量 你自己能量就往下掉 这件事赔本啊 赔大了 所以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宁肯先别做太大的事 是这么回事 这没有什么高尚啊好坏 这是一种选择 有道理 我们同学有提问的吗 孙小同学提问啊 是的 是的 那么刚是 能听 现在 喂 可以的您请 是这样子的 孙小同学请提问 孙小同学请提问 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 可以的 可以听到吗 OK好 就想问一下刘老师 就是您的观点特别的认可 也一直在践行那个修炼的那个过程中吧 但是始终还是会觉得自己没有到那个阶段 还是心有挂碍 还是会有恐惧 还是会有悲伤 也还是会有愤怒 那我就想问的是 在还有的情况下 是参与 还是等自己修到真的心无挂碍了 再来参与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如果当下过程中也可以参与 那建议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 因为毕竟孩子家庭工作很多东西 你还是会放不开 要有很多的精力 那我们怎么去以当下的状态去参与 这是我的两个问题 谢谢刘老师 首先呢 人你能做到全无挂碍这件事情 应该说呢 只要活着的人其实做不到 因为呢 这种挂碍呢 它不是只是体现在自己的生命状态 因为你看到的所有的挂碍 其实都是自己投影出来的 所以这个佛教里面讲的 反导吉菩提 这个菩萨是把别人的反导 当自己的反导聚解 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 所有的别人都是自己投影的 所以他的这个 他会知道这个世界只要有挂碍 一定跟自己的认知有关 所以呢 完全没有挂碍 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为什么地藏菩萨说 地狱不空 事故成佛 因为这很简单 只要他看到外边有一个轨 就说明他内在还有一个轨 只要他内在还有一个轨 他就不是错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前提的预设 它是一个 你这个预设 就是 基本上没有 没有这种可能性 那 那你说 你在哪个阶段 何一开始呢 其实是任何一阶段都开始 但实际上在入世的生命状态里面 实际我们每天面临的是一个综合应用题 它反映在什么呢 我们的行住 坐卧 反映在事业 家庭 财富 等等 方方面面 但是呢 这就是 就是 是否能够保持一种当下的觉知 是否能够真正的知道 从内在的转念和颠覆 才是最本质的 所以很多人承天 嚷嚷落地 其实真正的落地 是落在心地 就落在投影员上 你落在外面的向上的时候 你是落在向上 你在向上再折腾 你的心没有转化 其实一点意义都没头 你等于把一个 这个应用题当语文题 解来解去 你解个一枝半截 你一日打开 我不想开 所以呢 这个 这就是你刚才第一个问题 我的回答 其实就是 起点 每个当下开始 而且这个起点呢 不是非得要进入某一个事业里面 或者参加某一个善局里面 其实做好自己的生命角色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修炼课题 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家庭的角色 然后呢 做好一个社会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呢 又选择一些 有一定难度的题 让自己呢 这一生呢 能够提升的幅度更多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选择 那至于 用什么渠道去参与呢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这个机构 当你自己准备好的时候 你自己准备要参与的时候 我就相信 你身边会出现这种机会 一定会出现 就这个 因为那些机会都是自己投影出来的 但你没准备好的时候 你看到的都是这个机会 擦肩而过 或者跟你没关系 当你相信 一定会有 你想要奉献的 或者你想要参与的 这个事件 进入你的生命的时候 它一定会被你投影出来 所以这个呢 就没有一个固定的 说我给你介绍一个 什么机构 在哪哪哪 你在哪 基本上 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但是关键是自己内在 确认 自己内在有了这个确认 这件事 就会发生 这就是投影和投缘的关系 很好很好 我看到有一个叫查理高的同学 查理高的同学 一个叫查理高的女同学 应该很有问题 喂 那个 梁老师 那个我有个问题 想问一下刘峰老师 就是因为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阶段 就是有类似于像 就是以公益的这种心态 然后去做过教育 然后这里面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事我在想 就是如果我们把 一个组织 或者是一件这个事情 然后也看作是 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的话 就是他从头 从一开始出生 到后面的成长 到后面 就是成为那个 他想成为的那个样子 就是还是像人一样 是否还是有一个 入世的过程 你才能出世呢 就是很少有组织 是不是一步就能到位成佛 比如是像一个人一样的 你还是得经历 不断的一些修炼啊 遇到了很多事情 然后包括你也在 这种比较俗事的 三维空间里面 去折腾完以后 然后你去成长你自己 然后想做思维的一些事情 就我在想的是一个组织 就是怎么样能够 真正像你说的 就直接一步就成为 一步就达到 然后想要的那个 理想的思维的 那个空间的状态呢 实际上呢 这个是一个 这个 说的直接一点 这是一个妄想 就是一步要达到一个状态 因为什么呢 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逻辑 就是我们的内在是高维的 我们的内在能量结构 投影出了 或者说我们内在是一个多维度的内在 我们的内在能量结构 投影出了我们外在的 时空能量结构 那我们的内在能量结构 是几个层次呢 我给它简单分了一下 五个层次 兽性 人性 天性 灵性 和神性 兽性是低层次的三维能量 人性是平均三维能量 天性是带着高维信息的三维能量 灵性是纯粹的高维能量 佛性跟神性是圆满的高维能量 每一个人这五种能量都有 但是分配比例不一样 所以呢 你的内在分配比例是什么样的 你看到的外部世界就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内在的高维的能量 比例占的多的话 你投影出来的外部世界 就是喜悦的 自在的 充满创造力的 充满慈悲的 你遇到很多这种智者 很多的人在你的生命中占的比例多 但是你也不是遇到坏人 但这个坏人在你的生命中 比例占的很小 他可能也就吓你一跳 还影响不了你太多 如果一个人的这个 这个低层次的能量 就是兽性占的比例多呢 他投影出来 他生命在一种什么状态呢 是恐惧的 贪婪的 充满了邪恶 充满了这个欺诈 充满了这个扭曲 这么一种贪婪的 怨恨的这种状态 但是他也不是遇到好人 但是他遇到好人呢 有可能认不出来 认出来呢也帮不上他什么忙 所以实际这个才是本质 其实所谓修行 就是把我们那种高维的 这种能量的属性 占的比例多一点 第一位这个能量属性 占的少一点 但这些能量属性 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是由我们不同层次上的 认知决定的 就我们执着在不同层次上认知 就把我们障碍在那个层次上 就像我用二维的一张纸打个眼前 我就把我自己障碍在二维的认知状态 我把它拿掉 我就进入了一个三维认知系统里面了 那三维的自由度比二维要高啊 所以实际上就我们的不同认知 构成了我们整个的时空能量结构 那这回到你的这个话题上来说 那实际上没有那个一步成 但是你的本质又有一个说法 我们内在的源头的本质 是具足圆满的 所有的不圆满 都是我们执着的中间认知 形成的障碍 当我们不断颠覆我们中间 这个认知障碍的时候 我们就会趋向去圆满 所以在现实中做事 其实没有说好啊坏啊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如果你坚持好和坏 坚持是和非 还都在同一个层次上 如果你能超越这个部分 你能读懂这个认知 只颠覆自己的认知 这个认知障碍就会打开 打开的一瞬间 你就在跟你自己的圆满智慧 产生同频共振 这种状态被称之为伐喜 体验过跟自己内在的高于智慧 关联的那种喜悦 那个西方有人管这个东西叫心流 当能够跟这种能量共振的时候 你还在发现 原来生命如果常态的出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 生命质量一定非常好 你投影出来的世界一定是一个很美好的状态 但是也免不了自己会跌宕起伏 所以呢如果说要是回到 就说所谓一步 能够达到那个呢 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内在 这个对认知的执着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一下放下这些认知 颠覆掉这个现实中呈现这些过程 所以这种你并不希望 并不一定非得要排斥这些 因为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功课 这个每一道题 你做的当下 你都在提升 所以从这个逻辑来 在理解你刚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会从它的表象 回归到本质 就最后你都每一个人都是在做自己的题目 至于你 现在是从三年级向四年级走 还是四年级向五年级走 都不重要 因为你在任何一个年级上 任何一个维度跟N为N区无穷大 彻底觉醒之间 全是零 就是三比无穷大等于零 四比无穷大也等于零 你在任何一个维度上 你只要停在那 就跟在三维没有本质区别了 所以呢 当你有这个终极的目标的时候 其实在中间你经历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都没有障碍 你也不会恐惧 也不会纠结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有两个 在入世里面有两点特别重要 一个是信 就你是否真的相信你本质巨族 你是否在你的生命过程中 持续验证本质巨族 验证那种心想事成 那第二呢 是怨 你只有有了本质巨族的这个正信以后 你才能树立起这个真正的大怨 就是你的生命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那很多人只是把这个怨 放在三维空间的一种呈现 其实三维空间根本没有大怨 在三维空间发的所有的怨 都会把我们障碍在这个空间格局里 你的格局的怨超越它的时候 那你在现中遇到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继续提升的台阶 这叫反挡激波提 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提升你的内在境界的过程中 遇到所有的存在 你都不恐惧 你也不排斥 你会瞬间转化成你提升的过程 和你达到这个境界的一次印证 所以这个呢 就它是跟你的当下的状态 直接关联 所以完全可以用很好的执行 去做举行 你的直觉决定就可以了 很好很好 我看见有人在这个 查理高的这个屏幕后面 匍匐前进 匍匐前进 后面有人匍匐前进 大家各位现在这个 在群里同学 肯定能体会到一种感觉 叫做听到口吐摆墨是什么感觉 听都能听到口吐摆墨 我刚才想 为什么刘老师讲的东西 我都知道我就讲不出来 他能讲出来 当你意识到你一讲不出来 他讲得出来的时候 你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没讲出来 而他能讲出来呢 这个事情是值得我的思考和体会的 我的直觉是 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太少 和对这个问题的表述的太少 同时最终直觉是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 太浅 刘老师在 太谦虚 在 庄金典同学对吗 在好 谢谢老师 谢谢刘老师的分享 想问问刘老师就 有一种说法说地球整体在扬升 在升为 想问问您一个是不是这样 然后如果是的话 如果地球生成四维五维的话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地球扬升呢 是一个描述 其实地球也是我们人类 共同投影出来的 这个所有的外向都是我们投影出来的 地球只是作为一个 三维空间 我们认为的一个生命的承载 实际上呢地球的扬升 不在于地球飞到哪个空间去 而在于我们地球人的意识 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维度 这个更高的维度 它是什么呢 是超越了时间是长量这个认知的 当人超越了时间是长量这个认知 你就超越了生死 所以现在实际 一大量的事实在证明 人类正在向更高的维度提升 其实2012年年底 其实人类的主体意识 就已经进入高维能量引领的时代 只是大部分人没有觉出来 这个转折点 实际上在整个时空里面 这个转折点 在不同的系统都在描述着它 但很多人听不太懂 因为我是接触很多文派 各种文派 我发现大家为什么都说在这个点上 一定有道理 也就是人类的集体公知系统 走到这一点上 它产生了一个分离 接着三维空间 它有着承住快空 它走到了抛线的顶点 拐了这一点以后 它就开始往下走 但是觉醒的生命 它是反而往上走 所以这个往上走的 我们把它姑且叫太空船 或者叫法船 这个往下走的 我们管它叫沉船 所以实际 从2012年 13年 14年 15年 12年 13年 14年 15年 上升和下降的斜率 越来越大 其实 我们发现 这些年 这个能量的变化 速度之快 是难以想象 人基本难以预测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速度 我在好几年前 17年前后 我就一直说 现在每一天都不一样 但是不是所有人 马上能听我 他不会体会 每一天的这种变化 其实我体会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生命觉醒的速度之快 是难以想象 我记得我跟梁东老师 第一次 这个见面 是在一个生命 物理学论坛上 从那一个 我们结缘以后 后来我们做过对话 你说那个对话 后来 其实我们那个对话 产生了很多影响 我们就发现 关注他的人 在这几年 他城市 如果在增长 我们没有推广过 我们从来没有 推广过这东西 那说明什么呢 其实关注内在成长 人站的比例越来越大 很多企业家 在这个过程中 迅速觉醒 这种觉醒的速度 是难以想象的 但同时 三维 我们执着的 所有三维能量结构 迅速崩坏 我们2019年 讲课的时候 讲到什么 2019年 在过去十年 是最糟的一年 在未来十年 是最好的一年 这是在三维 逻辑上说的话 但实际上 对于觉醒来讲 2019年 这个转折 是不可多得的 因为2019年 逼着所有人 开始考虑生死了 到了2019年 年底的2020年 所以 基本上 绝大部分人 很难想象 2020年 人类面临如此的 这种 虽然我们不断强调 不断强调 人类将面临这种挑战 面临极具的 这种倒截并将的 这种选择 但是很多人 没有面对的时候 他没想这事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整个这个 时空能量 这种变化速度之快 实际给我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它的地球扬升 只是在 诸多表达中的一个 只是一种表达 什么星际文明 这是在一个 三维和高维 临界态的表达 但我们如何能够 让自己迅速的 跳到这个太空船上 因为我们在这个 法船上 不是 在陈船上 你多站几个位置 把自己捆接着点 一点意义都没有 唯一的就是 你能不能迅速的转换 迅速的把三维 对你的挂碍 迅速剥离 迅速提纯 因为这个时空能量 在迅速的给人类提纯 没有达到一定纯度的人 是绝对不可能 进入高维的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你带着三维的挂碍 你怎么可能进入高维 这是不可能的 蚂蚁 进入不了人的境界 所以很简单 现在科学家 已经预言 2029年 人类将研制出 不死的技术 那这个 我们也知道 科学家所有的预言 几乎都成立了 几乎都成立了 都是发生了 那么好 那说你等到 2029年 我们就都可以不死了吗 其实不是 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享受这个东西 所以这里面就很讲究 什么样的人 能够享受人类 未来大量的拯救生命的科技 黑科技 大量的让人类 能够脱胎换骨的 进入更纯净的 生命能量境界的 靠什么呀 不是靠科技 靠的是自己 科技只是人类 共同投影出来 用显化 人类可以超时空的 人类可以实现空间折叠 人类可以通过虫洞 进入外太空 等等等等 这也不过是对三维的一个突破 那这个突破的动力 在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 动力源于哪 一定是源于个体内在 相信本质具足 源于自己内在大愿 你才能有力量突破 所有自己面对的生命提供 这个才是本质 那个太空船跟法船 在自己内在 绝对不在外面 你等着外面来一个船救你的话 那永远没有机会 某种程度上 它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对 就是这种比喻的说法 有很多种 你比如说 克里昂 他比喻的就是说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 是光的使者 这个启动 开始 发挥作用的 光是什么 三维和高维的临界态 他在描述一种 人类将进入波态 进入一种意识能量 驾驭的时空阶段了 因为所有的物质 都是意识能量 投影叠加 共振的能量结构 投影出来的像 这个结构 所以你进入一个 更自由的能量结构 那很正常 一的法则里面 就直接告诉 在2011年前后 人类将集体 进入更高的 更高的密度空间 等等 所有的这些智慧系统 都指向了 这么一个人类的 一个时空转换 但是这里面就说 什么样的人 能够实现这种转换 这是一个 对于每个个体的 一个提问 所以这个时空的 这个觉醒和提纯 变成非常重要 非常好 还有其他同学提问吗 吴静同学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本来我们做到 9点钟结束 今天一不小心 就超了 但是很好 很愉快 好爱不累 好爱不累 真爱无味 当你觉得这个东西 很愉快的时候 你就不觉得累 你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时间就被折叠了 时间就被 变成了一个 不是一个常用 而是一个变量 是 吴静同学 来 老师好 老师好 好久没见 好 来 吴静同学 好 非常激动 我这会儿心潮澎湃的 刚才听刘峰老师 在讲的时候 我其实也非常的幸运 我觉得自从加入 泰文师叔以后 我也做了一个 事业上的转型 现在正在做一个 就是刚才刘峰老师 指的 类似的这样的 一个公益组织 我在做一些 心理学的疗愈工作 现在目前 前段时间呢 我身上就发生了 一些事情 就是以前 做这个东西 并没有做成 专业的时候 只是一种爱好 但后来我成为了 一个专业人士以后 在大量的个案当中 看到了很多 让我不可失忆的 甚至颠覆 我价值观的 一些事情 所以针对于 刘峰老师讲的这些 我就觉得 好像我的生命当中 确实在 实体的个案操作当中 我真的看到了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前段时间就发生 在我身上 有一件事 就是我的个案对象 在进入 催眠状态的时候 他好像 忽然被外邻附身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是阿修罗 然后他 他是来警告我的 然后告诉我的 这项技术能够帮到多少人 然后他是 因为我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是专门去拉萨发了大院的 我计划是要把我们新决资 做到全国一百个城市 做到一百万人的 这个 去帮助到一百万人 所以这个大院发了以后 他就说他接收到了 他就是来辅助我 并且来监督我的 就然后跟我说了很多 关于我这个事件当中 会遇到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 怎么样 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特别想要 刘峰老师解释一下 这个对我来说 是蛮震撼的 这个是一种 什么样的情况 以及刚才老师说 当一个人发了大院以后 就各种的能量支援 就会从不同的维度来支援 我该怎么去解读 我的这段经历呢 好 陈老师 所有的呈现 包括你这种内在呈现 其实都是自己投影出来的 那么自己投影出来以后 就说 因为你有了这个愿力的时候 你的内在能量结构 跟这个能量同频的部分 它会在你的生命中显化出来 至于这个显化 显化成一种实体的有形的 我们在三维空间可见的状态 还是显化成我们的意识中间 那种意象 其实它们的显化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这种显化 只来给你按下一个确认键 来让你真正的知道 你的选择在这个空间的 起码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我在想 可能还有更究竟的愿力 成为你更本质的支撑 因为这种所谓的显化 还是在中间层次的一些 给你一个阶段性确认 那么当你的愿力足够到 终极的这个境界的时候 那你会在这个过程中迅速提升 你不会停留在任何一个中间层次 过度的这个 去重复这种空间 中间层次能量 就像你上山 你上到半山的话 你觉得这个美景很好 那你就留恋这个美景 你就在这个山的四周去转 然后你忘了 你其实上山更重要 你上到山顶的时候 所有的空间存在 都在你尽手眼底 那很多人在半山 一样就开始 哇 枝丰盛 东边有一条美景 发现东南的方向 美景也不错 南方也很好 所以他会转着圈的 去看这个同层次的 这些 这层次你用一生都看不完的 你在任何层次 你想看到这个层次 全部你是看不完的 所以呢 但是这部分呢 如果你没有上到山顶的愿力的时候 中间这些东西 都有可能让你分心 所以这个大愿一定是以上到顶端 上到山顶 作为愿力的时候 然后你一边上的时候 你就一边可以欣赏 你达到那个高度的美景 但你又不留恋它 你认为就是一个过程 它帮你确认了一下 你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就可以了 关于这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两句 欢迎 对 是这样的 这些年呢 我常常也碰见不同的朋友 告诉我说 他是谁谁谁 他又看见了什么什么 他又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他又开启了什么功能 等等等等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也去请教了很多 我很尊敬的老师 有一位老师 有一天给我讲了一件事情 他的观点 供大家参考 他说他是一个中医 他经常呢 在看病的时候呢 也会看一些小儿的感冒 很多时候 小孩子在感冒的时候呢 会有幻觉 我们听说叫单女 小孩子 尤其是肠胃感冒啊 会产生幻觉 看见一些东西啊 等等等等 这跟很多大人 看见东西 没有本质区别 我说那从生理上来 是什么原因呢 这位老师说 通常都是因为这些小孩啊 死没拉干净 肠道菌群呢 产生了一种错乱 导致了老肠神经轴的混乱 所以他说 对于大部分 当然不是绝对啊 他说以他看来 对于大部分 号称自己看见了这个 看见了那个的人 他建议先把死拉干净了 再说 都是便秘患者 的一种错觉 这是我这个朋友的 给我讲的故事 我没有同意 也没有反对 我只想起了这个故事 供大家参考 关键我经常遇见 这种死没拉干净的 并且是各种 有过带小孩子经验的人 都知道 你说 刘老师你说 是这样啊 对于任何一个现象啊 他有无穷多种解释方式 对对吧 他有无穷多种 解释方式 但是呢 如果说 你能把它 里边真正的 所有解释的共性 找到的话 那这个解释 就对每一个 这种现象 就有意义了 什么是共性呢 就是它里面的道 因为所有东西 都是通道 当你把所有的东西 跟道连接了以后 你就发现 中间的解释 都有道理 这是本质 就像《道德经》一样 《道德经》解什么 都是政治 是因为《道德经》 是来自最高境界 恩维恩其义无穷的 它从山顶 它跟所有上山的路 都能连通 所以 各种解释 都有理 都可以 但是呢 每一种解释 对生命真正产生意义 这个才是重要 所以 能够通道的就是 这是关键 对 很好啊 非常感谢今天晚上 本来是刘峰老师 要请我跟他对话 结果最后呢 又变成了是 我们一起来 倾听刘峰老师的 这个 跟我们的这个 法部师 很好 再次证明一件事情 好爱不累 真爱无味 一个好的谈话 一定是 很自然而然的 大家都觉得很舒服 可以想象吗 如果今天晚上 整场话都是我在说 而刘老师在听的话 这是一个 对所有人都是不愉快 我也想的辛苦 刘老师听的也辛苦 工学们听的也辛苦 这是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就是 你觉得 你什么样的生命状态 舒服 那就是真正的好的 但是那是真诚的 那是基于你的 自然而然的 涌现出来的体会 不管我们处在 什么样的生命层次 心里面呢 应该有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 我非常同意 刘峰老师说的 就是 如果有一天 你纯纯翠翠的体会到了 你不计较任何的回报 而且是没有 没有基心的 去做一些付出的时候 那种快乐 是真诚的 那么你就有一天 你就会 有一个 自然而然生起的一个愿望 我想更快乐一些 我想更多时间 留在这个快乐里面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想 我怎么才能够 更多的 做出一些 没有挂碍的付出 心无挂碍 故无忧恐怖 是吧 远离颠倒梦想 今天呢 我觉得很愉快 而且很自在 我很少有做一个法 能做得那么自在的 想起来呢 就到旁边 去抽口烟 想起来呢 就请同学们提个问 然后呢 看到刘老师呢 澎湃的 不断地把每句话呢 就是 讲得那么透彻 这是一件 极其 欢喜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能 体会到我的欢喜 请问刘老师 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对你刚才 有两个词 我做一个简单解释 自在 自在我们把它解释成 自信的临在 自信是 本质具足的本性 是我们生命的本源 那个本源 在当下的临在 叫自在 所以我们就能体验 这种自在 是一个通透的 是一种真实的 因为只有恩为 恩其无穷大 那个一真法界 才是自信 另外呢 另外一个词叫自然 自然是什么 是自信之本然 所以自然也是我们 本然的那个 先天能量的一种呈现 所以叫自然 谢谢张东老师 非常谢谢刘峰老师 谢谢所有同学 我们下一次再有机会 最好呢 能够当面的 跟刘老师再请教 谢谢刘老师 谢谢同学们 你们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良东老师 谢谢刘老师 也谢谢所有提问的 老师和家人们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 咱们的直播 到此先告一段落 谢谢刘老师的这句话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资源 缺的是高纯度 把资源用到 最该用的地方的人和团队 而本次中医大健康公益事业 就是汇聚这一批高纯度的人和团队 真正的把生命健康的智慧 通过公益的方式 传播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也欢迎所有在生命觉醒之路上的 有志之士 和把付出作为生命第一需要的 所有家人们 共同来参与这样的一份事业 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 再次感谢梁东老师和刘波老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直播停止